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 佛教智慧故事 阿弥陀佛 十年前先帝曾与我说想 说这一生不复原来之意 差一件事 我笑大心地年老恩贵 只差一死别可圆满 日月悠悠 算了今日 便该是我圆满之日了 师父 你们不要哭 出家人应当看破放下 尤其是你曾与我共力生死 今日 那是我功德圆满之日 何必爱上 快起来 求纳阿陀罗 南北朝时期 刘豫建立南朝刘宋 历经树代 传至孝武皇帝刘俊 刘俊登记时 年仅二十四岁 叔父刘亦轩 因雍丽有功 被封为陈相 南郡王 掌控朝廷大臣 于是专恨跋扈 蒙声叛乱之心 好 一切都愁化妥当 诸位将军准备发兵 随我公主建康 使成之后 我为皇帝 诸位都是开国元勋 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诺 对了 安排一下车马 本王要去寺庙 这 这么大的事情 当然要请佛祖庇佑啊 我认识一位高僧大德 叫求纳拔波罗 屡有不可思议的灵验 若他对佛祖席悦 定能保我心下事成 既是如此 天下 请是大王找中之物 我将 越后所随大王前去 有了佛祖的价值 我定能坐上 皇帝宝座 刘俊无道 百姓苦不堪言 本王指定 行武王伐咒之事 还请法师向佛祖祁愿 保佑我军攻城霸寨 誓如破竹 事成之后 本王定会不利前采 为法师建一座雄伟寺院 保证年年香火不断 大王自言诧异 皇帝建坐不久 已置在恩家海内 恢复礼乐 尊恐重复 改革税制 使国家得以发展 百姓得以升息 大王竟然信任佛祖 自当以慈悲为怀 专心辅佐皇帝 治理天下 万不可兴神妄言 以朝霍端 法师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肯帮我了 王大王三四 贸然发动战略的人 平生断然不会帮忙 自法师到我大宋国土以来 我尊敬供养法师 虔诚以佛 如今我又出于佛祖 你为何不肯帮忙 若如此 本王供养一等僧人又有何意 也罢 即便是你不肯帮我 那佛祖常年说我想我 也定会把我马到功成 阿弥陀佛 听言了平歌不息 百姓嗷嗷 如今国家方定 大王岂能再生邪念 致使生命涂炭 这种天道之后 是无论怎样供养三毛 也消解不了的 平生却道 放下忘年 一心向善 则百姓信善 藏生信善 若一意孤行 则获不原意 哼 法师莫要再与我讲这些老生常谈 本王心意已决 不日便会举兵讨义 法师到时随本王出征 我要你亲眼见我大平剑康城 待生情留居之时 看法师有何话讲 告辞 阿弥陀佛 好不时时务的和尚 竟敢不费本王的心意 既然如此不足 不可 这老和尚颇有声望 直接动手会有损本王的名声 你们几个 把这个老和尚给我扛住了 举兵之日 把他带在军营之中 推上战场 将敌军之手杀死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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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义轩不肯倾存 求纳阿陀罗的诀告 敌遇无行 举兵反叛 最终 兵败阳山珠 为自己招来 杀身之国 而就在游义轩兵败之时 求纳阿陀罗 正在乱军之中 经历了九死一生 罪过罪过 若是这正确独一 却还能无本性 无端造的杀害 可怜这大号人世间 经验成地狱羞罗场 真是罪过 小水主 你怎么样 我是不是死了 怎么会在战场上 见到和尚 阿弥陀佛 小尸主尚在人世 平息也与小尸主一样 被决进这场战乱之中了 难怪 这世上根本没有神 也没有佛 好痛 别动 别动 我来帮你 快走呀 一会儿敌人一定回来搜刮 到时咱们就跑不掉了 你这小尸主 虽然年轻却很有战场经验 那当然 别看我只有十三岁 可是身经百战了 话说回来 法师你也不赖嘛 虽是天主人 却说得一口好汉语 这是有观世音菩萨帮助我呀 观什么音 观世音菩萨 当年我刚来汉语时 打算翻译经文传播佛典 可因为言语不同 心情如焚 于是我早晚礼拜 习请观世音菩萨 加持我的传译经典 某一夜 我碰到有一百亿人 右手持剑 左手持一人头 他向我人头一剑砍下 换了他手上人头 我骤然惊醒 却发现 你惊透汉文汉化 全无制色 这便是观世音菩萨的名业 罐头 人肉凯撒佛罗 岂能生还 我才不信 阿弥陀佛 出家人不打狂语 将来你若有难 可前行礼拜观世音菩萨 自会消灾尽惑 阿弥我自认为命业 一生不信神佛鬼怪 有人来了快躲起来 奇怪 我刚刚明明听到 这里有人说话 证据 您看 金叔 脸猪 这个有人呢 一定是那个穷纳拔护王 大王要我 把他带到战场上 除得 想不到 这个老和尚命大没有死 他一定就在附近 给我搜 老师 跟我来 想到这刘亦轩 竟然如此无心无意 事已至此 小施主 莫要是我多了 你自己同意去吧 老法师您何出此言 我虽然不信神佛 但法师您做了我的性命 若我信你而去 岂不与那刘亦轩一样了 您放机 翻过这座山 便是长江 渡过长江 拟我便安全了 小施主 平增一年末六许 一心追随佛陀 由此一见 乃是因果定数 平增并不叛生 更不愿因为自己 而是他人陷入危难 小施主 你正年少 不可因为一时血迹 王刚悟了性命 哎呀 法师您动辞 因果定数挂在嘴边 我助你逃离 不可也可看成一种 因果定数 法师 我自幼失去爹娘 有生逢乱世 每日刀头填血的过活 自以为人世间本来如此 而遇到法师才晓得 世间除了杀盗淫妄 还有法师这种大爱之人 所以阿宁我虽不信神佛 但仍愿意保护法师 逃离战场 以便能让更多的人 受到法师的感染 弃恶向善 走向正途 过了这条江 咱们就安全了 可没有船 怎么过江啊 唉 法师 你不是说念佛念观音 能消灾解惑吗 让你的观世音菩萨 来帮帮咱们啊 法师 法师 法师不好了 一兵追过来了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小神主快快躲藏起来 平凡跟他们走便是 老法师 这群寒问外的杂兵最是红残 我虽不幸福 却岂能丢下你不管 你先逃避 我和他们拼了 不可不可 你上岩上莫做傻师 躺在那儿 快追 老法师 你快看 方才这里明明没有船 一定是菩萨保佑 小神主快快上船 不好了 这船没有脚 法师 我推动小船 船行至水浪中 自然会随着菩萨航行 法师我帮你 你目要下来 你腿上有伤帮不上忙 可是法师 我怎能 你要帮我 救你国世音菩萨 快 血人都不好了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愿菩萨保佑阿妞逃出灾恶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法师 小施主好好活下去 黄老师 我自有延禧佛法 普通三藏经典 为显阳佛陀的大悲之心 博度众生与滚滚轮回之中 我来到中途二十年来 我翻译经典传扬佛法 疏忽之间 以虚美敬爱 向我一生 请尊佛陀教会 一行修行 不敢稍有懈怠 如今成员已老 心中已再有牵挂 唯阳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能够保佑阿妞平安返向 望游世界海童 不再受战落之苦 我还活着 请求观世音菩萨 保佑老法师平安 请求观世音菩萨 保佑老法师平安 请求观世音菩萨 小施主 我难道是在梦中 不是梦 小施主 平安还活着 还活着呀 好万世 你还活着 谢天见地 你还活着 难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奇怪 按说这和尚受益宣告有多年 本以为会提那个反贼出谋发策 可朕翻遍他的书籍 却只此为其军事 多时劝其从善如流 此事着实令人费钱 陛下 陈文那僧人 自二十年前来到我国 一知前心 一经讲法 宣言向善 对理法并不半点愉悦 但凡见过他的人 都称赞他 胸怀坦荡 是一位高僧大德 盛名之下 无有虚实 我想这位法师 应该名副其实 真曾平满虐 抗北仪 一生杀人如麻 从不相信 什么心善之说 以宣谋反之际 这世丹利孤 多少公卿大臣 都叛征而续 这外邦的僧人 却能忠于皇室 只守正当 实在令人稀许感叹 去把法师请来 真相亲眼 见上一面 平僧 平僧求纳巴托罗 构建皇上 法师跟随一宣谋反 一路劳苦功高 陛下 平僧沾染罪过 自当粉身碎骨 哼 这平文 法师不但 受那乱臣贼子的供养 还跟随他 一道出兵反叛 可有此事 阿弥陀佛 出家人不参与正事 但平僧虽是受其胁迫 亦是素缘素感 平僧愿意领罪 法师自称受人胁迫 可有屏障 一宣谋反之事 确实是将平僧带进军营 可陛下若让平僧正名 是受他胁迫 平僧处一句 出家人不忘语之外 别无凭证 法师 不怕死吗 回陛下 平僧怕死 但平僧更怕违背佛陀 违背三宝 违背这天底间的正道 说得好 法师 朕最后问你 你可想念一宣 陛下 平僧受其十年供养 恩德不敢忘却 一宣虽是反贼 可他已然辅助 出家人私被文怀 主能蒙陛下官佑 平僧 并请为一宣抄戒三年 以减轻他的罪孽 哼 毕 陛下 法师应该是一路颠簸 一直不轻嘛 臣恳请陛下 饶恕他年老婚会之罪 哈哈哈哈哈哈 法师果然如传闻一样 坦坦荡荡 好 这便准许你为一群超度 成全法师的仁义之心 多谢陛下 小施主 哎 哎 经过这次劫难 我亲眼见到了观世音菩萨的灵业 所以决定 剃度出家 老法师 请您收我为徒 我愿归一三宝 跟随老法师修行佛法 愿将佛陀的真理 传扬给天下人 善哉 善哉 看哪佛陀 南无阿弥陀佛 求纳巴陀罗于42岁时来到中国 75岁元纪 他将自己的后半生完全致力于 翻译佛教经典 并宣讲佛法 学后亦有 达罗汉金 大马虎金 圣满金 邪家金 及相续解脱金 和无量寿经等佛教经典 为佛教在汉地的推广和传播 做出极大贡献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期11月12日到11月14日 12到13日 恭送药师琉璃光七佛本院功德经 14日礼拜药师宝产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大家好 我是王必胜 某种政府机关 以疫情疏忽 也是让他保送这些命运 进行扎评的事件定发生 若是收到这种信息 别轻信 而且提高警戒 别会点进去台湾不明的电脚 这一名政府高峰望迹 点GOV点TW做结尾 能在网站顶头 留下新闻情 消费才会过人资料 有基本 可以卡一丢五 翻译片资讯专算 进行查评 若是要进行防疫保障 刷上新闻 可以透过 卫星福利部 防疫保障网站 进行查评 也许去疫情有办法 输入进行专库 进行了解 让我们做回 度业度差 不要轻信 多转 防疫诈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う王 乕兹 这李贵 这李贵 输入进行业 安排 这李贵 Masら 信任 al 就 不要转发 你看 本别 三十三里呀 坐山守护有几天 上海朝夺夺夺灯过千月里 远离分清呀 余子树的八字被几下 坐山写多而南三三天 三十三里呀 人间守护有几天 真是有种果也有些何相当 远去六根啊 永远八难修复回几天 人间写多而南三三天 三十三里呀 修罗守护有几天 我们连无处复述几天 人间写多而南三十三里呀 人间守护有几天 我们连无处复述几天 人间写多而南三十三里呀 人间守护有几天 人间守护有几天 欲轮车去树花广荡不定心 天中守心 忧苦自然声怀悦几乡 天中邂途能成真觉 十字山灵芽 十万不觉上温泽 青山小春 十地十二一月份 青山小春 十万不觉上温泽 耳尘邂途能成真觉 十字山灵芽 十地菩萨永世得 百婆庄业一切很愿解圆满 荣草十地安 诚如一生不处为迹象 大神 说神 究竟 真真觉 天师之中啊 为真不提前 愿无内外长难 恶愿真 恨那女风啊 追妙三之志 若笑三之志 恨愿 初真究 追上山宝爱 黎明中 从事实现我迷惑 我迷惑 愿生希望 尽多如来些 与回日爱 爱 发光闻思绣 团火转着明天 愿有些 追上山宝爱 能会是人 会是 会是山 说我迷惑 一切一切所功德 荣若幻幻 幻化此梦境 三轮 抵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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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平 追上山宝爱 愿走皆相 也皆相 荣若自中 迷惑 一切是中爱 荣若饶思终计乡者 愿走沙仙 爱是中 徒乖 愿走皆相 也皆相 走也留神吉祥 一切始终爱 而留始终吉祥 愿作三百生生 在上三百 愿作吉祥 也吉祥 走也留始终吉祥 一切始终爱 发为远马迹象 圆中无法常有 旧旧流浪的河口 让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受苦 将来一切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般若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菩萨大家春节好 阿弥陀佛 一年一度 都有一个春节 中国人把这个传统节日看得很重要 合家团聚 团聚在一起干什么呢 团聚在一起大家都想快乐幸福 我们要快乐幸福 也要让众生快乐幸福 所以过年呢 尽量要避免杀生啊 不单不杀生 应该互生放生 做有利于众生的事情 这样才和我们团聚 快乐幸福相应 如果我们只顾自己快乐 然而我们过年过节 我们杀生害命 这就种下了不幸福不快乐的因 也许后世受报 也许这一生就受报 所以虽然是过年过节 我们应该以吃素为主 吃素有种种的好处 吃肉有种种的害处 我们已经讲过不少 以后还会反复的讲 弥勒佛在往昔的时候 由于修行啊 碰到了一个困难的时期 没有吃的东西 起时起不到啊 有一个兔王 他要供养修行人 这位修行人今后能够成佛 他能够度众生 现在他要死了 没办法修行了 又找不到吃的东西 化不到园 怎么办呢 兔王说我要献身啊 他就跟修行人说 我要做大供养 让你能够吃上东西 有精力修行 修行人跟他说 你是一个畜生啊 你怎么样来供养我饭食啊 这个兔王说 我舍掉自己 我自己投到火中烧死 然后你吃我的肉 他就跟他的孩子们说 我要做这件事情了 以后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啊 这兔子小兔子当中有一位 听了他妈妈这样讲 自己先跳到火里去了 他妈妈一看孩子都先跳进去了 还没等话说完就跳进去了 自己也跳进去了 而两个兔子就被烧死了 烧死以后这个这个山林呢 放出大光芒 所以远近的人看到很奇怪 说怎么会放这么大的光 到了这里一看 两个兔子舍身了 要供养修行人 所以这位修行人呢 他就说 众生这样的护持佛法 护持修行人 我发愿生生世世永远直到成佛 我就不会吃众生肉 那么这位修行人是谁呢 就是当来下圣弥勒尊佛 那位兔王是谁呢 本是释迦牟尼佛 那小兔子是谁呢 罗猴罗 所以我们大家吃肉要小心啊 弄不好你就会吃到佛菩萨 再说你吃的哪一个不是佛菩萨呢 都是未来佛啊 早晚的问题啊 所以不可以吃一切众生肉 下面我们讲 佛说弥勒大乘佛经 得第九讲 善在善在释迦牟尼佛 以大方便深厚慈悲 能于苦恼众生之中和颜美色 善巧智慧说诚实语 使我当来杜拓如等 如是导师明利智慧 事件稀有甚为难愈 身心怜悯恶事众生 为把苦恼令得安隐 入第一意甚深法性 释迦牟尼三阿僧奇节 为如等故修行难行苦行 以头部师隔接耳鼻手足肢体受住苦恼 为八圣道平等解脱 利如等故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难行能行 做种种不可思议的大布施大供养 是为了你们这些人 当时弥勒世尊说法的时候 对的就是在法会上的大众 因为这些大众必定得度 为了给众生众善根 为了和众生结缘 往昔释迦牟尼佛做菩萨的时候 就是这样来修行的 我建议我们所有的修行人要广泛的读诵经典 经典里边有无量的故事 关于本师释迦牟尼佛往昔为了我们如何难行能行 被人家隔绝肢体 乃至沙海 所以作为佛弟子在过年的时候啊 为了知恩报恩 应该学习如是经典 大家要想读读的话 请到电脑上下载就可以了 现在呢非常方便 因为我看讲这个经典的人很少 至于弥勒上圣经下圣经讲的人还算比较多 所以我选择了这一部经典 众生虽然难度 因为难度所以释迦牟尼佛发大愿 要在五浊恶世最难度脱众生的时候 来称佛度众生 所以现出种种的和颜美色 展示种种的善巧智慧 为众生说法 度脱你们这些众生啊 当时弥勒佛说的你们 就是现在的我们 现在听我讲经说法的 以及在电视里边听我讲经说法的 我们所有这些佛弟子 乃至没有听见我讲经说法的 当然也包括在其中 凡是跟随释迦牟尼佛 学法的弟子们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以后如果不是到了极乐世界 那么在这个世界就会见到弥勒士尊 那时候弥勒士尊所说的你们就是现在的我们 当然如果到了极乐世界能不能够听到弥勒佛说法呢 一定没有问题 弥勒佛在极乐世界也视线为大菩萨 和观音世智一起帮助 阿弥陀佛 画到众生 而且在这个世界仍然会 会接续本世释迦牟尼佛 继续介绍阿弥陀佛的极乐国土 让大家能够往生到那里 而且在这个世界 弥勒尊佛自己一定也会教种种殊胜的法门 和本世释迦牟尼佛等无有益 为了能够救护众生 本世释迦牟尼佛不单 当众生有危难的时候救助众生 不但众生有烦恼的时候 为众生拔除苦恼 乃至为了利益众生 使众生将来能够成佛 为他们讲第一意甚深法性 上一讲我们讲过 大家要知道什么叫慎神法 请去看弥勒菩萨讲的与且实地论 那就很具体很广泛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广学多文不能得少为主 最好能够给自己定下时间 每天抽一点时间或者一个星期有两三次 来读诵不同的大圣经典 我们再往下看 使弥勒佛如是开导安慰无量诸众生等令其欢喜 使比众生身存是法 心存是法 口常说法 福慧智慧之恩充满其中 天人恭敬信寿可养 使大导师各欲另比 文语往昔苦恼之事 复作思念 五欲不敬 众苦之本 又能除舍忧其仇恨 知苦乐法皆是无常 为说色受想行时苦空无常无我 那时候弥勒佛继续开导众生 为什么呢 为了让他们欢喜 欢喜了以后他们就身心踊跃 投入到佛法修行之中 入于佛法不思议境界 那个时候啊 身存是法 心存是法 口常说法 也就是身口一三叶 纯粹法化 法化是什么意思 就是完全按照佛法来生活 把佛法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不少的人他是颠倒的 没有正过来 正过来就是要行八正道 要按照佛的戒律来生活 佛在戒律里 在经论里说的想之又想 你应该怎么样开口讲话 应该怎么样起心动念 应该怎么样行住坐卧 乃至最初的五戒 就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诸佛子 我们都是佛弟子 就应该以我们的老师为最好的榜样 不要给自己找一大堆的理由 不去努力的修行 这样我们对不起本师释迦摩尼佛 对不起本师释迦摩尼佛 在往昔就一直为我们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弥勒士尊 为了能够使众生进一步修行 就用佛的神力让众生能够听到过去往昔自己修行的时候那所受的种种苦恼之事 让他们能够回忆起往昔所受的种种苦恼 无欲不敬是种苦之本 贪图无欲啊 万恶贪为首 由于你贪你就会杀 盗 饮 由于你贪你就会说假话 由于你贪你就会去饮酒 所以贪嗔痴就是 重苦之本要想除去这个本 那么就要勤修戒丁慧 只有勤修戒丁慧才能熄灭贪嗔痴 所以要认真的学戒 仔细检查自己 从懂事开始到现在 曾经做过哪些杀害众生的事情 做过哪些偷盗的事情 邪淫的事情 妄语的事情 饮酒的事情 都要一条一条的仔细回忆 就像弥勒佛让大家在现场回忆一样 这样你才能发起出力心呢 你才能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 否则我们平常人还认为自己蛮不错的 应该知道苦法和乐法都是无常法 因此呢要讲在色寿想行时 这五蕴当中啊通通都是苦空无常无我 照见五蕴皆空 从五蕴的色蕴开始观察 一直到最后的时蕴 这是比较简略的 展开来就应该是十八戒 都是一样的 要观察什么呢 每一项每一个内容通通都是苦 都是空都是无常无我 从哪个地方入手呢 先从无常入手 小胜的三法应 第一诸行无常 第二诸法无我 第三涅槃寂静 先从观察无常 因为这个比较容易入手 因为我们能够亲眼看到 所有的事物都在变化 最后都没有了 这个可以观察得到 尤其是我们身心 人要一死 身体在哪里心在哪里 去观察 而且刹那刹那天天都不同啊 每一个刹那都不一样 所以比较好观察 既然无常的话 那么有一个自我吗 没有自我 无常变化 没有固定 就没有自我 因为自我应该有一个根本意思 就是不动 不变化 这非常有助于我们断除我见 这应该是我们修学的基本功课 大家念佛念好了以后 要用这个定理进行智慧观察 说事与时96亿人不受诸法 漏尽一解 得阿罗汉 三明六通聚八解脱 三十六万天子二十万天女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天龙八部中有得虚托还者 众辟之佛道因缘者 发无上道心者 数甚众多不可称计 显然这是第一次法会 当时在龙华菩提树之下 弥勒佛乘大法船 吹大法罗及大法骨 为众生讲说甚深不可思议的成佛之法 说这些法的时候 96亿人不受诸法 什么叫不受诸法 因为没有受者 苦空无常无我 谁是受法的人呢 没有 所以不受诸法 再说法又在哪里呢 因为诸法也是 苦空无常无我 法也是无常没有自己 这是众生能够得度的主要原因 我们一般人认为的度就是我救你 我给你钱我帮助你 但是在佛法当中这个是表面的 真正得度要靠智慧 智慧是什么 智慧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 他没有自我 没有受苦的人 主要是靠这个智慧之法 断我见断我知的 因此大众有很多人听完弥勒佛讲法以后 烦恼就断了 因为在往昔的修行 到了这个弥勒世尊出世的时候 大部分的烦恼已经降服 所以一听就可以当时断除 就像我们知道的 当时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时候 都有一些人听了佛讲法以后 就证阿罗汉 为什么因为平时他已经能够降服烦恼 所谓降服烦恼就是他们有很好的定力 扶住烦恼不起现行 这叫降服烦恼 但是没有断除 断除一定要靠智慧 由于讲了智慧之法 所以他们当时 就 把烦恼断除了 断除了烦恼以后就正得阿罗汉 正得阿罗汉以后再进一步修行 就能够正得三明六通 三明就是宿命明天眼明和漏尽明 在罗汉叫明在佛就叫达 所以佛教三达 六通就是天眼通 天耳通 宿命通 神族通 他心通 和漏尽通 其中第六通漏尽通不是神通 而是指的烦恼彻底的熄灭 据八解脱 就是八种解脱的方法 其中有初禅二禅 三禅四禅合在一起 然后四空定再加上灭禁定 这叫八解脱 为什么叫解脱 就是因为他能够振服现行烦恼 让他不起现行 在这个意义上叫解脱 另外余会大众当中有三十六万 三十六万天子二十万天女 没有正果 但是已经发起了大圣成佛之心 也就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在护法龙神当中 也有正得虚托还的 正夺虚托还就是说已经断了我见 通过开法会听弥勒佛讲法断出了我见 另外有的种下了修行十二因缘 正得辟之佛的道种 余会大众发心修行的人呢 众多不可计算 那么这些人呢 不一定在弥勒佛世尊 他们的法会上 各个都能得度 他们有的不一定是 是释迦摩尼佛的以法弟子 但是呢 弥勒佛当然给他们种下种种善根 使他们未来事能够得度 二十日弥勒佛于九十六亿大比丘众 并 花林园 崇格讲堂 使严腹体成立聚落 小王长者及诸四姓 皆细来吉 龙华树下花林园种 二十四尊 崇烁四弟十二因缘 九十四亿人得阿罗汉 他方诸天即八部种 六十四亿横河杀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驻不退转 第三大会 九十二亿人得阿罗汉 三十四亿天龙八部 发三菩提心 这是大概给我们介绍龙华三会 第一会度九十六亿 都是大比丘众 这些人都已经证得了阿罗汉 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说的阿罗汉 往往都是指大圣的阿罗汉 什么叫大圣的阿罗汉 那虽然他们断除了分断生死的烦恼 但是不发心入无欲涅槃 继续跟随诸佛世尊不断的学法 直到成佛 讲的法是什么呢 三世诸佛 讲的法都是一样的佛法是不会变化的 所谓变化就是对不同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法 但是根本的法 都一样 仍然是要讲四第十二因缘 三十七道品等等 仍然要讲发心 不施实戒忍辱 金净禅定智慧 好 这一讲我们先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波帐号 5001 6766 5001 6766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 001 198 660 012 001 198 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草屯中心举办 孝亲报恩 重阳祭祈福法会 点灯 供水 护生 祭甘露诗食 恭请赞山法师祖法 日期10月4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11点开始 下午1点恭送地藏经 地点 南投张善堂 南投市 福兴礼 南钢三路 97 项二号 恰询电话 049 2315 999 049 2315 999 南投草屯中心 敬邀菩萨 参与熏席 同瞻法义 贡慕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贡修 敬请佩戴口罩 慈悲至夜 花莲中心 起见药师法会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11月12日到11月14日 12到13日 恭送药师 流离光 七佛本院功德经 14日 礼拜药师保产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